今天是第11次上課,今天是第12次上課 主要是去下載大樂透歷史資料全部 總共有70頁,所以如果你要70頁要全部下載的話 第一個,我放在雲端上有個範本 範本是用Creditable,那個物件把資料抓下來 但是只能抓一頁,如果你要70頁全部抓的話 必須要修改兩個參數,一個參數是哪個頁數 indage page 等於1,等於2,等於1到70 所以你寫個回圈就可以for i 等於1到70 另外還有第二個參數就是你要放哪一個位置 預設是A1,可是如果一直放A1,它會擠到右邊去 所以變成橫向排列 如果你要縱向排列的話,可能要用多一個k的變數 k等於1預設值 然後呢,每抓一個資料之後 k等於range A1 end 向下追蹤到的那個列 然後加1,這樣的話就一直往下放了 所以增加一個k的變數 這個其實還蠻常會用到的 尤其是這個向下追蹤最後一列的位置 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我建議那個 寫法盡量 可以的話可以把它背起來是最好的 如果背不起來的話,你可能要到時候把它比計一下 那需要的時候可以找得到,這比較重要 因為有時候當然程式不可能一下馬上背起來 不過至少背不起來沒關係 但是你下一次要用的時候,你要知道說哪邊可以找得到 這個蠻重要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做排序啦 刪除不要的列啦 最後把它做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的主要是 因為下載的資料 它並不是 把6個號碼分別放在6個儲存格 而是放一個儲存格 但是它有一個規則,就是中間是逗點 所以我要如果要把資料切開來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想到那個資料剖析 可以把資料剖開來 不然的話很麻煩 因為6個資料 它就剛好放在一個儲存格裡面 沒分開不能用 所以也還蠻常會遇到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它資料並不是切開來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要把資料切開來的話 那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的話通常會用在有固定符號的 或者固定寬度的 OK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用的盡可能就是說 不一定要寫層次 可是如果一定要寫層次 那也非得要寫VBA 不然的話 還是沒辦法解 因為很多地方 這個VBA Essale裡面沒有這個相對應的功能 或函數的話 那你也沒辦法做 所以VBA有點像是一個擴充功能 就是本來沒辦法辦到的 那它可以讓你加快你的效率 不然的話 你便要土法煉鋼 你說老師那我土法煉鋼 可以啊 問題是你70頁 每次都70頁你不會覺得很麻煩嗎 OK 而且你今天做了 明天 後天 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有必要 把它用那個 爬蟲的方式 把資料爬下來 當然未來的話 不一定是70頁啦 可能會700頁 7000頁都可能 因為Speed Data的話 其實數量 不確定啦 OK 未來的資料量只會變多 絕對不會變少 因為現在大家使用 這個電腦啦 網路啦 或手機 行動裝置 甚至物聯網 各種裝置其實都產生Data 那怎麼辦呢 這Data誰處理啊 對不對 怎麼可能說你找多一點的 這個人來 現在最貴的人 人事成本很高 所以未來 我在想 很多企業 他不可能再請那麼多 而且現在的那個 基本工資又不斷在提升 現在好像2萬6千4了 OK 你會發現 而且還將勞健保 加上不得了 所以 現在很多公司 都不太願意請人 那你說老師 2萬6千多 很便宜 可是 對於企業來說 能夠少請一個 就少 那怎麼辦呢 最好找一個 會寫程式的 然後他又能夠做一點點 行政訴務 對不對 一舉兩 一舉數得啦 OK 所以與其這樣 倒不如我花多一點錢 請一個會的人 倒不要你請 請了很多人 但都不會 OK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大家多熟悉啦 其實這些都有範本 網路上雲端上 其實都有相關的 雲端白板畫面 所以未來 如果假設有些地方 你比較跟不上的話 那你們可以自己在那個雲端上面 找到答案 上面其實都有 但至少啦 你Ctrl C Ctrl V 上面其實都有相關的 這個畫面有沒有 包含就是我寫完的程式嘛 這邊都有 怎麼改啦 那另外的話呢 最好可以想想看 沒有辦法再去延伸 找一些其他的網頁 可以做一些變化 那這個變化的話呢 可能自己再去發揮吧 OK 所以就是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可以點選 上面其實 不過你們要特別注意 可能抓的時候呢 會要需要注意 他說他這個地方 一定要上面有這個參數 才有辦法 可是未來如果說他傳參數 他並不是讓你知道的狀態 比如說他可能 做了一些動作 但是他傳參數 給Server 給主機端的那個訊息 並不是藉由上面這個網址列來 傳遞參數的話 那很抱歉 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變成說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啦 可能要 這個見招拆招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要學會爬蟲 網路爬蟲的話 其實這個難度還蠻 這個水還蠻深的喔 所以你可能如果想要徹底了解的話 當然可能要花一點時間的 我建議各位可以多了解啦 其他還有像網頁的一些架構啦 什麼叫HTML啦 等等的 我建議 可以多方學習啦 因為這個將來一定 任何地方都會用到 只要 那家公司 他會用到 網路用到電腦 其實這些都必要的啦 OK喔 那你說老師這不是工程師應該會的嗎 OK我是覺得啦 現在好像不是只有工程師吧 現在好像人 好像慢慢變成說 大部分人都應該要具備有 這所謂的城市設計的素養 因為如果沒有城市設計素養 第一個當然你可能效率不高 第二個呢 即便未來城市不是你寫的 但是你要能夠跟 寫的那個人溝通吧 至少你要了解說他怎麼寫出來的 一個素養 如果沒有這個素養 溝通也是 會非常麻煩 因為我們以前遇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跟客戶溝通 因為他們真的不了解 電腦運作流程 所以跟你講一些 人的那個 那個思考的 但問題那個觀念沒辦法直接轉換成 電腦的一個 運作流程 所以如果最好你懂的那個運作流程的話 那溝通起來相對的會比較沒有障礙啦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接著來看那個 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黑名單篩選這一題的話 那其實第1個啦 我們要主要解決第1個問題 就是到底 這個1000個 Email信箱 Ctrl向下 到底哪一些是 黑名單 那如果你要查的話 其實第1個 你可以 直接優标放在 B2儲存格 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到那個 統計裡面的那個 叫conif的函數 OK 其實conif的話 蠻好用的 那conif上個地方用過 他主要的話 會跟使用者要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範圍 第二個參數就是條件 那這樣蠻符合的 就是說呢 如果我把範圍指向哪裡呢 指向黑名單 等一下 怎麼又不見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conif 然後條件的話 記得是給他的 Email信箱 OK所以你可以點 點黑 這個地方 然後 Range的話呢 你可以切到黑名單的工作表 然後 先再點 A2 然後Ctrl向下 不過跟各位 講一下 這個範圍 我前面講過了 如果你是一個 跨工作表 因為他已經到另外工作表的另外一個範圍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先定義一個名稱 然後將來按F3 按F3之後的話去 取用那個範圍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 用這樣的方式 你最後記得還要再加錢的符號 有沒有 在哪邊 在2的地方加錢 不過我覺得這樣不可以取消一下好了 所以接下來先 建一個 名稱好了 那這個名稱的話 我叫做黑名單 那黑名單怎麼建呢 但是第一個你先 把名稱複製起來 第二個的話一樣 油標放在A2 Ctrl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的話 油標 先點 這個左上角的 名稱定義 把它貼上 OK 用貼比較快 你按Enter一下 記得Enter OK 那這個時候的黑名單就代表這個範圍了 你可以從公司裡面的名稱管理員去找一下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他沒錯 他這個範圍的話 他就是指的是 這個 黑名單的工作表 OK 工作表驚嘆號 然後 A2到A 2223 OK 那等於是說 前後也幫你加了錢 也是固定範圍的意思 OK 那我們如果用剛剛的conif再一次 統計類函數 裡面的conif conif 這conif非常重要 以後如果你假設不想要 自己用人工去數那個 資料到底有沒有的話 其實conif真的非常好用 比如說查黑名單 或者是查新舊資料比對 比如說有新的名單 舊的名單有沒有 我怎麼知道新的名單 舊的名單 兩個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可以conif都OK了 沒有眼睛比對 很多人傻傻的自己用眼睛比對 當然很麻煩 比到眼睛都很 很酸的還找不到 而且還找錯 OK 所以很多人呢 不太會用這個方法 是可以做出來 但是很容易出錯 但是如果你用conif的話 我覺得是絕對不會出錯 因為電腦其實相對精確度比較好 那f3 範圍的話呢 就黑名單 我剛剛有建立一個 一樣的道理 然後這邊quiteal就是他 所以幫我在這個範圍裡面找到 有沒有 有的話是1 沒有的話就0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在瞬間呢 就幫你把 所有的 Email信箱 通通一次的比對完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會出現 1的話就是 有出現的是 黑名單 有沒有 所以以後像現在很多那個 餐廳 或者是很多地方 有沒有 或者飯店 都會有黑名單 這個人的黑名單 是有什麼方式可以阻止 那個 所謂的out care 有沒有 如果來了他趕快 把他擋掉 有沒有第一時間要先查他的資料 所以 我想各個飯店 各個餐廳 或者各個一些營業場所 可能還是會有需要 有一些機制 把那個 黑名單給 揪出來 現在當然最好 配合AI 如果那個人來 你有個鏡頭 比如說 馬上可以 判斷說這個人 他就是一個 黑名單裡面的out care OK 趕快 有沒有 有沒有 就馬上警報一下 前台人員 趕快喔 不然的話這個人 可能就是會有一些狀況 OK 不然的話就把他拒絕往來就好了 這樣的話我覺得可以阻止很多事情的發生 好那這樣的話我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邊1的話就是 黑名單有的 那0的話就是黑名單沒有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所有的黑名單的結果 把它查出來 並且放在查詢結果這邊的話 好 當然有一個